好,來到3月,我們繼續跟進財政預算案 上個星期都謝謝陳可欣,阿徐一說完第二晚 都用了一份媽媽的角度去看 這個很入屋的 但你知道你有這麼多頂帽子 這個星期我們比較宏觀 有些你也說了 我記性都還可以 你還可以的 你當議員的時候也有說推銷費券 沒錯 但那段日子就是 你在針對不是疫情 如果我沒有記錯 沒錯 你在針對黑暴之後 大家不肯出街 然後商場很多 玻璃圍欄已經變成鐵板圍欄 那些人也擔心 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 突然間吃吃飯 被人打破了桌子等等 所以你說不如想辦法去刺激消費吧 我有沒有記錯 沒有記錯非常好 你記性 但輾轉又一年有多了 現在形勢又不是那時候 又過了港區國安法 疫情亦都折騰了我們的市場 那麼久 你怎樣看今次的刺激消費 的措施呢 其實我想在那個經濟環境 那麼差之下 然後才爺 我想他也拚爆頭 因為他都會覺得 繼續派錢 又可能會被人說 他是不是懂得理財 在這樣的環境下 繼續派錢出去呢 消費券我都覺得是 我之前在大概19年的時候 我也有提出過 是要用消費券 正正就是你的好記性 就記得了 為什麼呢 我們某個時間 你知道香港的經濟和消費模式 突然間不是說質素 而是說顏色 是 什麼顏色圈 去什麼消費 我那時候就覺得 應該要出些消費券 不論 希望可以帶回 那些人安心出街 不是安心出行 那麼簡單 那時候也不是安心出行 只是想安心出街 去開開心心 因為那時候 大家記得 19年的時候 那個社會環境氣氛 是很差的 你真的出街吃飯 都會覺得 吃吃吃 會不會外面發生什麼事 買買下東西 會不會商場 好像你這樣說 聽到玻璃爛 我覺得那時候 其實失業率 又不是說差到現在 我覺得應該要有消費券 鼓勵一下 一些人出去消費 不過呢 今次在2021年 財政年度 才出消費券的計劃 我就在想 其實一直都可能 只想想怎樣 幫本地的零售業 去復甦 但這個時候 我又在想 是不是現在是最好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大家都記得 剛剛公佈那個 無奈 就說這個失業率是最高 如果你有五千元 如果你問我 可能有很多朋友 都會問 我五千元 可不可以交租 交電費 或者買書寶費 但你五千元 現在的消費券 你一定是想 在零售店裡去消費 是 譬如有些很貼身的 未必用到 沒有一句 譬如電費 他也繼續搞寬減計劃 一千多元 對 但是 很明顯 這次 等於我從上個星期說 他也是以企業 雙鋪為單位 沒錯 一份財政預算案 所以他在想 刺激消費的時候 他也是在想 那些錢怎樣去到 下街的舖 或者上樓上的舖 未必真的由家庭去思考 不是家庭的需要 就是商舖的需要 是一份這樣寫出來的財政 但是我有點擔心 當然 你幫回本地的零售業 都希望零售業好 他們會請多些人 都希望有一個好的循環出來 但是 因為這個消費券 以我們的理解 就是電子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香港 一個無紙幣的消費模式 在香港仍然未說很盛行 很普及的 我舉一個很大的例子 我自己的區 有一個新的商場 屋邨的商場 那個街市翻新 但是你見到街市 仍然都在用紙幣 仍然是10元買東西 買菜 20元 都是用紙幣的 如果你是長遠 在想電子的消費 或者是 你要想想 你是否在一些 硬件的配套 你都要想 現在突然推出消費券 他就要想 我要用哪個平台 而人人就委 因為這次是說明了 18歲以上 永久居民和新來港人士 都可以用 那你究竟用哪個平台 是大家 還要想想 長者 是否又很懂得 用電子消費券 所以你就要想 如果你長遠 可能這個成為政府 未來的政策 會用的 你就要想想 行政費的開支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還記得 60歲2元的乘車優惠 你記不記得 我局長說 說很多人 濫用了八達通 八達通是其中一種 電子給錢的方法 連這個都搞不定 我就很擔心 那個電子消費券 搞多久 這個我正在說 羅志光說 本來 因為他真的濫用得很嚴重 是 於是他頭都大 大招 都是要搞登記的 是的 搞了登記 這樣才能搞得好 如果不搞登記 就搞不定 所以你搞登記 要時間 於是會否有時間 有時間才能搞得好 如果今次電子消費 可以推到一個完整一點 長者的 或者一個能發軸的電子消費 我就覺得理想的 問題是我們看不到一個 比較全面一點 怎樣去令到長者 去融入科技的政策 如果你用你這個說法 就說不只是短期的消費措施 或者優惠行為 而是說 才爺可不可以透過 怎樣去用公帑 令到長者真的融入 現在我們這一代 或者再年輕一點的 習慣用電子消費的世界 有很多人會說 現在老人家都習慣了上網買東西 是很多老人家習慣了上網買東西 但有更多的老人家 是不是 還沒習慣上網 沒錯 這個真的 我真的想說 因為在我自己服務的幾條村裡 很多的長者 都還在用舊式的電話 也覺得現金在這裡 真的拿著一張100元 和拿著20元 他們比較安心 因為大家都要記得 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 我們還要顧及一班長者 因為這次的才爺電子消費券 就是18歲以上 所以你也希望 有些長者也多了5000元 真的買漂亮的菜 甚至乎可能是買一些衣服 你知道老人家之前都捨不得買衣服 買鞋襪 但怎樣令到他們這個電子消費券 是可以在這段時間推出 我也覺得是要看看蔡爺 他是否打算借著這個平台 不如香港做多些這一方面的發展 所以我就說如果我們說 技術層面 或者是學術用語 他這次有很多政策 其實你看到是比較幫助 所謂供應那一邊 即是供應的供應比較多 供應的供應 供應怎樣去配合 需求或者消費者怎樣去配合 你不太看得到 這個我是擔心他出事 派錢是不同的 派錢的錢已經被供應了 需求我便喜歡怎樣花 那些錢在銀行 或者我拿完支票的錢在銀行 或者自動轉送的錢在銀行 我喜歡怎樣花是怎樣花 但如果一到一些供應層面的措施 它是要用電子消費券的 怎樣去兌換 有沒有商鋪用的時候 會不會 譬如我講的 商鋪用電子消費券的時候 會不會加其他東西 加其他要求 老人家可能不知道 會不會有機會有人被騙了 這些就會難搞 如果錢在他身上 就不容易被騙 當然也可能會有人說 你有一筆錢 不如幫我買這個 其實分期要去洗 每個月要洗 這個都是很驚喜的 很供應層面 而且Vincent 你說的都是比較 我們政策層面 我亦嘗試純粹用一個 落地一點的 就是財藝釣怎樣 在這份東西拿掌聲 因為減糖 減了 這次沒有什麼派糖 他沒有派錢 加上免租也沒有 出商量 現在是半個月的 就是那些縱門 他要拿掌聲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好像一個緩中 也算有五千元的消費血 如果不是我猜那個批評 都會比較大 現在也很嚴重 不過你問我 可能他有苦自己知道 他主理民宿 那些事不能做 因為那些執行部門 要肯幫你派才行 沒錯 如果執行部門說 又要量度又等 那每份東西要出街了 上個星期要出街了 那就浪氣了 但現在那些借錢計劃 怎樣去做電子消費券 那些部門他比較動得到 那就這樣動得到 但始終就是你說的 怎樣人性化一點 怎樣落地一點 這個對他來說也很難 反而你說 怎樣可以拿掌聲 似乎他也挺策略性 他在針對 可能是某幾類損位 好策略 可能是這樣也不一定 但你不是這樣提 你一定是看整個經濟環境 整個社會狀況 怎樣去幫到他 始終是做議員 我很記得他在之前說 消費券是不可行的 有一段時間不停在說 為什麼突然間 今年又可行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 如果你看消費層面 有很多事情很難做 但如果你在供應層面 就有些可以做 這些都是真的要在議會做過 在政府做過的陳凱欣 才可以幫大家拆解 說多一集 如果是這樣 你說到消費券 我還有一個券 要找你說 明天說一下 掌捨醫療券 這個我很想說 明天說 好 好 歡迎大家 也很歡迎今天的嘉賓主持 我是邱家輝議員 他是功能界別批發和零售界的議員 當然請了界別裡的兩位朋友 來跟我們聊天 分別有謝邱安儀 我們叫她謝太的 就是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主席 歡迎你 請 另外坐在身邊的是何兆忠先生 Joseph 他是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的監視長 很明顯都是那種界別的問題 但是上星期 財爺公佈了三份財政預算案 不如讓你說一下 嘉廢 有甚麼成功爭取 有甚麼臨門撻 你 其實這次財政預算案 對於今屆 這麼多年的政府來說 我相信是最艱難的 因為面對社會事件和疫情 這麼年多的時間 需要用很多額外的支援 金錢的話 支援各項各業 政府開始說 都已經給了三千億 本來我們的期望 其實大部分事情 很多都沒有 所以因為他這樣說了 反過來給了些人 突然很開心 很開心 禽王館你做到 尤其是電子消費券 因為那個電子消費券 其實我們政黨都叫了很久 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叫 已經叫 不過那時候我們叫消費券 政府的意思就是消費券 又有模型、又假 有行政費等等 很難處理 所以後來我們就賺了一萬元 但一萬元他派出來 剛剛2020年7月份第三波 你錢就進了銀行 所以就花不到 所以最新今次我們又再重新叫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電子消費券 就叫中五千元 不過我希望分十期 每個星期就會五百元 讓人們慢慢一步一步 這次的拍法不同 但也是總數一樣 總數一樣 變成一千元一次 但我也感恩 我相信會幫助到各行各業 零售、飲食、後面的服務業 尤其是被停業處所的朋友說 是一個強心針 有否一些你們要求了 結果沒有 補助業第三期 我們希望他們也可以 補助業第三期 去幫助各行各業的朋友 大家都回來了 不過我覺得才爺 留了尾巴 如果你有聽過訪問 他也留了尾巴 但最重要 我反而覺得最重要 就是那360億的消費券 如果大家真的用得好 因為他現在猜中 可以刺激到 振興到本地消費 零售的消費是0.7% 整個GDP的0.7% 如果這方面再做得好一點 那就好 大家安樂 如果你說真的不太好 可能他還有一些 我猜是 而且他這次用電子的方式 我相信對於香港 整個銷售模式 都會加快 因為我們落後很多 電子收費是這樣的 今次如果錢給你們 有些人都不肯用 就沒辦法 不如我問一下謝太 或者何先生 一聽到財爺公佈 有5000元消費券 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 一聽到 謝太太 當然業界是非常開心 也是歡迎這個做法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 跟邵議員一起 都爭取了一段時間 現在終於可以落神 只不過也有少許位 我想大家都想讓大家明白 就是因為過去來說 在零售業裡 我們都有很多零售類別 其實在過去 如果看了這麼多零售數據 這麼多個月的零售數據 其實大家都很清晰 看到個別有些零售類別 會有升 即是轉眼中會升 但當然有很多零售類別 都是跌的 而今次的消費券 當然我們都覺得 能夠振興整個消費意欲 都是好的 只不過我想大家也不要期望 因為這件事能夠幫助 一些不向受災的行業 會有很多 因為始終這個真的不是直接 因為問題是 你沒有限制市民 去洗進去哪個行業 所以其實市民依然可以 自由去決定怎樣洗 可能是餐飲 然後去到零售 甚至可能是一些 日常的零售類別的話 其實過去日常的零售類別 那個情況是不算差的 所以我想整體來說 對整個零售行業 都是一件好事 只不過如果你想針對性 去幫助一些受災的行業 這個是比較價值 難免有些少許機會 會偷埋一些行業 因為上次就餐飽就業計劃 事後揭發 有些大財團 根本上在疫情中 都沒有什麼影響 賺錢 對 但沒法子 問題就是市民 希望有個自主 自己選擇怎樣消費 還是政府指定你消費 給哪些行業 你自己選擇 如果你覺得香港希望有個自由 那就讓市民大眾決定 對 絕對明白 對 因為這也是要取得平衡 你太多限制的話 對市民來說 明白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何先生 有很多意味 說到撻Q 有一件事是撻了Q 問責 問責 說了很久 因為剛才我太太說 我們的處所是停了 停了142天 即是由去年4月7日開始 我們停了三次 原則停了三次 你的意思是服務業 服務業 和美容有關的 其實所謂美容 個個以為只是美容 美容加美甲 加上醫學美容 還有一些做頭髮肉髮 所以不知為何會停了處所 他們停了我們 但是現在的優惠政策 又不是像標靶式般幫助我們 但我們也要收貨 不要提標靶式 那些很危險 不 也要收貨 因為最重要 其實在我來說 14個字是喜出望外 我想電子消費券 可能也要先搞一段時間 先說沒有堂牌 以為沒有賣 我跟謝太太的想法 我就是這樣看的 總之無論市民的出街消費 無論他幫什麼都好 到最終整個齒輪 移動就有辦法了 最重要是我們 謝太太 我們那時候開開 你開到我就有辦法了 要有賣 對 你看一下邵玄的Facebook 現在的美容 我們都沒有時間做生意 做生意 因為我們做生意 不是要希望政府派錢 因為不能做 你派給我都不收 因為沒有前景 我發覺現在 當時一出到消費券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的 同時也是加快了電子支付 因為其實香港 好坦白說 尤其是我們美容 很多時候都是預繳 很多時候都是所謂的 Credit Card 是壟斷了的 就是按住你來看 剛剛跟邵玄也說 好像他拿了你的錢 很久還沒還給我們 電子支付就完成了 全部客人用電子支付 即時已經 我想T加幾天已經給到你了 全部電子支付 興旺的話 大家會鬥便宜 用市場決定 我們有賣 所以我來說 在這件事 是很支持 以及給個贊助 嘩厲害 不過我也想提一件事 鬥便宜也有些時間 也不是我立即便宜 所以這次如果我們五千元 因為支付也是電子支付 提過那些名字 我每天都提過 如果在那些支付費用方面 能夠真的寬免到 因為始終如果我們在小商戶 他們主要都是一些比較現金 去交易為主 突然間你有五千元的生意 你是要用電子支付 那也是有些費用 希望在費用方面 可以政府幫忙去談談 等於買樓 希望是實用面積來的 當然 不是影響建築面積 這樣交給他 360億建築面積就不太好 最好的實用 你記得 至少裝機的洗費 我們可以有點寬免 好像那個是提了 裝機的洗費 裝機的洗費 好像在小販街市那些 都是我負責 其實政府之前推出了計劃 是 幫忙裝八達通 免費 但其實成效不太高 原因就是尋找中 我給你解釋給你聽 為甚麼 我覺得懸吊在那裡 不過我怕我下街市被人追斬 我真的覺得現金生意 有時在報稅和安排上 有時可能難免會疏忽 但如果你拿電子消費 全部記錄下來 就太過均真了 太過均真了 有些人不想太過均真了 所以這次影響所及 但我經常覺得這樣 你用電子貨幣 這個是全球大勢所催 你今天不想做 不是表示明天你覺得 不用做 或者永遠不用做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試點 給朋友 他們想不轉 你第一天 你第二天都要轉 你不轉就被淘汰 或者這次 如果你轉 可能做多些生意 不過我再想提多一點 有些朋友說 現在本身 其實我建議百達通 現在政府可能有 Alipay 不同的支付 我希望政府會包含信用卡 即那幾類信用卡 Visa、Master、AE等等 其實有很多東西本身都有 也是方便 但阿姐說 如果免到財務費用 不妨加起來 當然 跟那些平台公司說 在這個環境 叫他們收少一點 收便宜一點 對 收便宜 跟政府談的時候 如果要跟他們一起 這個位置還可以談 對 相低章 因為這些細節還未落實 這些細節位置還可以談 但當然 剛才提到電子支付 電子消費 其實還有一個位置要談 有很多朋友 現在一直熱烈地討論 可能還未發現 因為今晚說不完 明晚回來我們說 就是私隱的問題 好的